然后 注意一下这样一笔下来之后 有些地方让它破笔一下 因为我们布料不需要每个地方都要染 我用了一点群青色 让这个布料也是地方带蓝 这个群青色随便加那个颜色就会变灰 所以 很好用 这个 这个 布料有些地方 你 挖下去之后是太整齐所以你要 给它一点破笔 那么 对 我们现在就会带你 去吧 那么 那么 我们就会带你 当你在讲它变桌面平面的桌面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它的色调层次问题 它都是浅浅的 那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你要给它分成很多个区块 这些区块颜色都要不一样 不一样的色调 它统一的是它的亮度 那你要让它漂亮的话 是让它在亮度的一个基础之下 做一些能软变化 这里应该可以了再试一笔 这个湿度又好画 它又有层次 它底层还是湿的哦 因为我一下笔就知道 所以 它还是有失败的几率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要跟它衔接好就很难 最好是再干一点会更安全 所以在每一笔下去都感觉好像底色被洗上来 很危险 很危险 这个地方很暗 因为边缘没有被反光了 就变黑了 这边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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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感谢观看